当人们几乎停止飞航 慈济55周年的福慧红包 已经越洋抵达巴西 慈济人皆福也祈福 希望瘟疫消弭天下平安 感恩许多家人 菩萨的支持与协助 将身心安住在此 主持人以中文和葡萄牙文双搭档 带领大家同在大藏经当中 走过国际各地 疫情尚未远离 但仍然是共修精进的时机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陈首勇 黄正三 李金满 巴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